蔡美去年不知道您想好怎么花了吗 很多民众都是往南部跑 光是车程就已经供后体力 这次我们选择捷运轻旅行 搭上安心旅游补助 教您用铜板小抽 住宿景点一把照 带您来看看 一日游 二日游各式卡片 任您选 选定路线出发去 但票卡还得先挑队 捷运一日票 二次小时票 划算外还能玩更巧 北北基豪玩卡 捷运公车都可以搭 弹性度相对更高 这回我们先选定红线 带您到淡水吹吹风 三倍券怎么玩 从国旅住宿开始就能精打细算 拉开窗帘 远眺淡水合景 文创旅店设计简约 房间宽敞 还有大浴缸可以泡澡 舒适饭店也能住出民宿价格 成一文旅加码的正经消费券 我们是让客人可以再入住 满签就可以送千元的一个折价券 吉他七下六间旅店同享优惠 像是双人房一晚 大约落在2299元左右 如果使用安心旅游补助 先扣掉一千块 三倍券助攻一千两百元 再扣底再多省一点算一算房价百元有找 而想往闹区走西门町也有特色旅店 房间的主题非常多元 除了这一间糖果风 还有这一间可以跟朋友一起来欢唱 唱歌不再是KTV的专利也不需要人多 两个人一间房爱唱多久没人管 不能出国就自己想花样 对啊然后这边就是有这样子的配套 那跟一般的KTV还是比较不一样的 这边其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设备设施 是其他饭店没有的 对像譬如说这一间我们后来选的这一间 它就是又可以唱歌又可以住 然后我还可以就是用外面好像有个路台 路途行旅由内到外都有惊喜 一门之隔的大阳台别有洞天 城市街景彩色墙草地区帐篷放松聚会都可以 或到酒吧风格的大厅河北咖啡看场电影 房价先折后达补助 外加振兴券也能用 东扣西扣压到零元入住 三五好友相揪胜千万没压力 其实像我们一般的小路商品 那它其实在大家最受欢迎的旅行带的使用上面 那实际上它其实也有差不多价值五百块钱的优惠 文创旅店烧得大人小孩都心痒痒 不过往新店走选择地景饭店 也能作用绝美景致 走出房间外除了独享大阳台之外 还可以去补看整个壁坛 外头青山绿水房内服以文艺复兴的经典壁画贵气十足 每晚房价压到近三千 同样加入安心旅游振兴券大家庭 最多只要掏出一百八十块的现金 饭店内部壁坛风景区双边玩透透 针对证讯券的部分的话 只要旅客入住 我们可以帮他做免费的礼遇升等 那可以远眺那个101的大楼 搭上暑假出幼潮 不想花大钱捷运轻旅行 最省方案陆续出炉 要旅人们用铜板小钞 轻松玩遍双倍 接着杜云志无症与刘一璇 台北新北采访报道 从前辈有我和你 从前辈